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太酷了 我渴了 有饮料吗 那呢 这些饮料为什么没有标签呢 这个是饮料盲盒 我看看这个是什么 好酸啊 这 这是白醋 加油 期待下一个 同款白醋 快快快 给我一点纸 我这里啊 有六款纸巾盲盒 里面有六种不同的纸巾 纸还要抽盲盒呀 好吧好吧 我来抽了啊 看看这里面是什么 怎么会是个木头 这是隐藏款纸巾之母啊 哇 我冲通了这个 我感觉我自己是个幸运儿啊 太幸运了 哎呀 快看看这个是什么 一 二 三 哇 哇 这是什么纸 却是 手指 哇 呼吁起来的闲银梗啊 小藤啊 哈 你吓得我是一个吊凳啊 小藤 完了 小藤 我老板 你快躲起来 快快快 小藤 你干嘛呢 呃 老板 你今天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研究出了什么盲盒 哦 老板 你看看这个 这个是纸巾盲盒 这个是隐藏款纸巾之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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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那你再看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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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 这个好 老板 你打开 嘿 啊 啊 啊 这是什么 手指 小藤啊 小藤 我给了你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你就给我研究出这些东西 太失望了 你们就不用来了 等一下 老板 你再看看这个 这啥 大冰箱 这是 人类盲盒 人类盲盒 对 我设置了六款人类盲盒 按下这个键 只要一个人进去 就可以随机变成六款人体模型当中的一个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那你来给我演示一下呗 老板 不行 这个技术还不太成熟 你明天不用来 呃 老板也不是不行 也能演示 那我 我 我开始了 我开始了 小藤 小藤 叫你呢 小藤 那个 你站着喽吧 你咋 你这个模型还有点人格分裂是吧 你这个机器到底用的是啥原理 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我哪知道啊 啊 我 我是说 这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这个它的原理啊 它就是 这个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它就是 它就是 人进去之后 先把人体细胞打了 再重新排列组合 就会变成定好的模型 你这还声音切换自如 你咋声音跟以前一样呢 这个就复杂了 老板 这个复杂 这个 这个它是因为什么呢 它是因为 那是因为 传送还不够稳定 所以可能出现一些小问题 对 这个 这个咱们不是学过吗 这个 人变 声不变 符号看相线 都是小概率事件 对 你这还自己跟自己聊起签来了 行 你再进去进去 让我看看其他的模型章 好的老板 你这还不如刚才那个 什么 我居然没有挪威帅 这是我听到这辈子最大的谎言 你说什么 啊 我说 这个模型也不错 确实 我觉得啊 这个模型要投入到生产 肯定能够卖个大价钱 嗯 那是 行了 你也进去吧 你让我看看其他款 好的老板 小唐 你不会告诉我 你也是其中的一个模型吧 呃 老板 我是隐藏款 呵 你这一款啊 是该隐藏隐藏 那这个人类盲盒我也想试试 不行 嗯 嗯 嗯 呃 那个 我得先检查一下盲盒吗 老板 你看飞碟 呃 老板好了 好了吧 你飞进去了 嗯 哦 老板 你现在看起来 容光焕发 比谁都帅 胡说八道 啊 你是不是当我傻 老板 我错了 再帅 那 那还能由我以前帅 好 那老板 那我还用走吗 不用了 这个月工资还没付给你 对吧 来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 哦 选一个吧 哈哈 啊 公司 也是盲盒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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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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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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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晋少年 习瑞 欢迎法律博士 赵英楠 因为上一期节目就是小唐抽了 我们这期得走民国风的这个 着装路线哈 是 所以我们都穿成了这样 哎 都是卡片啊 那我就选 选这个吧 离我最近的这个 是什么呢 民国年代装 可以 那我下一期就是民国年代装 呃 有些人的装扮比较浮夸 比较浮夸 哎 肯定不是我 哈哈哈 但是很帅气 嗯 呃 因为最近呢身边好多人都在玩盲盒 然后有盲盒 然后有盲盒又引发出了很多关于生活啊 关于工作和学习的一些讨论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生活就像开盲盒这个话题 你们开盲盒吗平时 开 呦呦 花不老少钱吧 嗯 我是端盒的那种 从来没中过隐隐藏款的 但是你看起来就是像会爱玩盲盒的 是 对 我就是我觉得抽到哪个好像都 就是可能不是自己喜欢的 我觉得概率太小了 哎呀 还不如都买了 没想到有它这种端盒的 对 但你一直抽不到喜欢的 你为啥还会一直买呢 所以你就买一整盒你就会 肯定有自己的喜欢 一定会有 要不你就不会选那套盲盒 哦 谁还听到过那种奇奇怪怪的盲盒 有没有 我们那个当时考研的很多同学 啊 会把那个考研老师的那些骂人的话 骂人的话 激励 对不起 激励人的话 鞭策人的话 鼓励人的话 鼓励人的话 嗯 然后做成那个铃声 闹钟 就是它随机播放 就你永远不知道第二天早上 叫起你的是什么 哦 这个好吓人啊 这就是给自己打鸡血嘛 你们考研老师像个招 累穗什么 别睡了起来起来这种 对 有一些还有就是在睡 别人就是怎么 就是开始 在睡考不上了 对在睡考不上了 多睡两分钟 错过一辈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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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到一个很幸运的盲盒 是吗 就是点外卖的时候 他给你一个 你不知道吃什么口味 然后他就来一个 呃 盲盒 盲盲口口味 真的吗 就随机给你一个东西 那万一点到不想吃的怎么办呢 硬着头臂吃 再点一个 哈哈 再点一个盲盒 就今天总要抽到一个最满意的外卖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是比较像开盲盒 有吗 嗯 嗯 有吧 啥吗 哈哈 还有什么 哈哈 他每期的服装就像开盲盒 哈哈 哈哈 日刀会穿损 我们接着开今天的盲盒 谁再来选一个 小松啥 你去 哈哈哈 你们俩互相和和吧就 来小松选一个吧 啊 这个 这个吗 这个 打开来看看是啥 谁是最宝藏男孩 就是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一些 对 隐藏技能 不会 发出水滴声 什么 再来一遍吗 哇 这个确实 这个是技能 好久之后你输了 收到了吗 这声音收到了吗 好像啊 好像啊 怎么做到的呀 你你要说回音 说什么 说回 回 回音 回 你不要说出来 回 不要说出来 然后把所有的气派出去 哇 哇 哇 你要出了个气派出去 哇 我跟你说 哈哈哈 算了算了算了 这个我 这个还是我昨天晚上练的 哦你现在练的 一天晚上在酒店 达成一个新技 这个很简单啊 一下就学会了 透露一下小松是有一个技能 哎 什么 因为他唱歌非常棒 哦 然后他就可以用不同的声音来唱歌 五种 不同的 声音和状态 哦 唱一段歌就行 随机抽一下 哎呀 这个好难啊 主要说话都没什么特点 哈哈哈哈哈哈哈 看玩笑看玩笑 无尽的冒险吗 可以 狂风暴雨也要被你锁更远 雨气 雨气很像蒙山耀的彼岸 就像穿江河 翻力不可翻 趁着朝气 朝了勇敢去冒险 多累都很甘愿 多难 都很心安 然后 张正元 漫长征途 我们不会走散 OK 很可以 都很香 是吗 都很香 老爹最香 真的 这觉得还是老爹 这太绝了 我小时候很喜欢模仿 对 别人唱歌 如果你们让选一下 我如果能给我一个隐藏的技能 你们想要什么技能 太多了 什么就是不用坐飞机 就是瞬间移动 瞬间移动 可以就一秒化妆 一秒卸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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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妆发一秒钟搞定 对 马上收工 嗯 想那种 呃 操控 操控 操控一切东西 比如说我躺在床上 我 然后突然有人敲了个门 然后我就不想下下床去 然后我就我就想有秘密把门打开 控制万物 哦 嗯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懒 比较懒 对 我就很肤浅了 哎呀 说说我看看有多肤浅 就可以换脸 就是可以一天换张脸 一天 比如今天长得像唐九州 明天长得像宋亚轩 你去学那个穿剧面脸 后天长得像徐瑞 那我后天就休息一下 哈哈哈 跟72变似的啊 嗯 拥有自己想要的模样 嗯 今天我们来开一个这个穿搭盲盒 好呀 有一些 嗯 嗯 奇奇怪怪的装扮啊 我看你们怎么给它搭出时尚 搭片的感觉来 好不好 上盲盒 哦 就抽到什么穿什么是吧 对对对 哦 太好了 山椒手套 鲍纹丝巾 编织带 你们一个一个来啊 徐瑞那个鲍纹丝巾 我拿Vivo S12系列手机的 人像模式给你们拍 很好看哎 可以可以 挺好 要那个嘴唇微张是吧 对对对 Vivo S12拍的特别有质感 又清晰又自然 像杂志时尚大片一样 背景呢有点虚化 拍出来非常好看 嗯 不错不错 小宋来 小宋是编织带啊 有点帅哦 再来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电视机 时尚你不懂 今天我们这些主题就是生活就像开盲盒啊 我们也请来了一位这个 超级隐藏款嘉宾 哎呀 他呢从影二十多年了 然后缔造了无数经典的角色 也带给我们无数经典的这个作品 让我们欢迎本期 超级隐藏款嘉宾张子怡 欢迎子怡姐 欢迎欢迎欢迎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直在聊这个开盲盒的事 你开盲盒不是了 我可喜欢了 是不是 对 很多人开盲盒它有仪式感 你会有这种仪式感吗 我会把它都码一排 然后心里默念一个点冰点浆 点到哪一个 然后要不然就用什么 醒醒 挨妈妈这样子 就这种方式来开 这种仪式感 不光是在开盲盒的过程当中 生活里面也会有很多的 仪式感的这种东西 会 你做什么事情是需要仪式感 我们家就是在 十一月以后就比较忙 我大女儿十一月生日 我醒醒十二月生日 我儿子一月一号生日 然后是我生日 然后是我老公生日 所以在每一个生日 我都会精心为他们去布置 为他们去准备惊喜 我觉得这个是 生活中不可以少的 能透过一个吗 其中准备过的惊喜 给谁呀 给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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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哥现在也没有惊喜 哎呀 这个地位啊 天哪 这两个小不点就 给他们简单准备一下 好骗是吧 开心一下就好了 但是我大女儿 我是非常用心地为她准备 我觉得大女儿更需要惊喜 她现在十六岁嘛 这个年纪 我觉得她开始懂得的更多一些 比如说她的英文名叫Cisi CICI 然后我就给她找到那个 C打头的那个耳环 我是每一年她生日 从我认识她开始 她说她想扎耳朵眼 那时候她爸爸不让她扎 因为她比较小 自从那时候她说她想有这个耳洞 我就每年送她一副耳环 然后当她有了这个耳洞的时候 她已经有很多选择 对 你们有仪式感吗 有没有 仪式感 有没有 仪式感 北京老大人 就是北京大姑娘 然后拎个音箱 到处走 我就觉得音乐一定要陪伴在我身边 我吃饭的时候 就我一定不要刷手机 对 我是觉得吃饭是一件 蛮享受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跟朋友一起吃饭 虽然说吃饭说话不好 但是我是蛮喜欢吃饭的时候 大家一起聊聊天的 就尤其是有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 本来就是一个很享受团剧的时候 然后大家还刷手机 我就觉得没必要了 那当然要交流 我觉得这是一种规矩挺好的 因为现在所有人坐在那都在 刷手机 对 我们家里反正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会说一下 因为风哥有时候就不太 突然间有什么事 他不管你到什么阶段了 反正 他就干自己的 然后我的鞋样就过去了 小宋有什么那个仪式感的东西 没什么仪式感的 但是我会心血来潮 就是去仪式一下 吵一下 这啥意思 比如昨天晚上在酒店 练了一宿的那个弹嘴 是吗 弹嘴是什么 你表演一下 给子依一下 表演一下 不行 这就垮了垮了垮了 哈哈 教练的 那不行了 他是可以弹出水滴声 哦 昨天练了一晚上 哈哈 哇好可爱 哈哈哈 那你突如其来的仪式感是什么呀 嗯 其实我会 我平时房间挺乱的 突如其来的仪式感就会 让我 哎呦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想去收拾 因为你实在没有下脚的地方 哈哈 这样子 对 对我 因为我这种性格也是 呃 我比较 比较有拖延症嘛 啊 对 我会拿八个小时 干完半个小时的事情 或者拿半个小时 干完八个 八个小时的事情 哎 我也会这样做 是的 你你会是那种 袜子必须攒到二十双才洗的人吗 不是 哈哈 哈哈 而且我会买一个 专门的洗袜子的洗衣机 对 哦 那确实不能混洗啊 对对对 啊 就二十 二十天前的袜子和当下的这个袜子 肯定是不友好的 哈哈哈哈 席瑞的仪式感在 其实我生活中的仪式感还是比较少 但是有一个事我一直很坚持 就是每个周末跟我姥姥打一通电话 十几年了 我父母分开得早 然后后来跟我爸在念书 但是我小时候是我姥姥带大的 嗯 所以就每个周末都会跟她打一个电话啊 闺门老人家 这个挺好的 很好 很重要 因为现在就是方便了嘛 所以大家把这种所谓的距离 通过现代的这个通讯变得很近了 可是我们丢掉了亲人之间的那种仪式感 这种仪式感是需要我们牢记在心里的 嗯 你们收到过什么奇奇怪怪的礼物吗 那你瞬间收到就觉得什么玩意儿这是 哎 就是我老公送我的礼物 真的我这么多年 我说求你不要买礼物给我 因为他这个 这个就有意思了 就是他的那个审美和他的那个选择 就是 哎呀我满心地去拆开一礼物 然后打个人一看 有点心疼 我说咱能给他退了 然后他就在旁边狠的 他说就在那 他说哎呀这是我一个 我一个心意 他再怎么着 他说我一个心意 我说再怎么着是个心意 我也不能把它就放着吧 我还是希望我可以享用它吗 啊 但我吧又属于那种就是没办法藏住自己最 真实的那个瞬间的表情呀情绪啊 我也没有办法 哎呀好开心啊 太好了我好喜欢呀 做不到 然后还得慢慢地找吧 然后过了两天都联系好了 我真就给 真退了 真退了 真就退了 退了然后我换了 换成别的我喜欢的 然后我在换的时候去那家店吧 然后那个接待工作人员说 林姐其实这是一个常态 尤其是在情人节附近 都是先生来买 都是太太来换 所以我觉得 这也不是我们家的一个特例 然后丰哥坐在边上 嗯好吧 就这样子 但他现在还是这样吗 就他只负责买 有些人就说 反正我挑不喜欢 要么钱给你 你自己去选点喜欢的东西 破胎花时间 花精力去给你选 哇 对 就是挺不容易的 反正 什么奇怪的礼物 我收到的礼物带来了 啥呀 Vivo S12 不敢不敢 是一个动画片 这是你吗 对 今天就是我的生日 哦 以你为主角的 对 因为我正好是属虎的 就是今年是本年 本年 对 他们就 所以有几天以前 就会你准备了 这个生日惊喜派对 九州对 这个很甜 对 他们还把我的名字录进去了 大家都记得 然后最后他们 他们每个人都 给我 祝了个心的祝福 能有这些朋友正好啊 真的是太好了 你这个可以 你这个礼物很好啊 24年以来收到过最最用心的礼物 这是个好礼物 对 子姨姐觉得人生当中 什么对你来说 它算是一份人生的礼物 哇 那我到今天这个都年过四十了 对吧 我觉得 就是生活 生活 对 家庭 孩子 这个是老天给的最宝贵的礼物 子姨姐之前更多的是把精力都放在作品上 作品可能是一件又一件的礼物 是的 对不对 你说这特别对 如果拿盲盒来形容我这个演艺事业的话 我觉得一代宗师是一个巨大的盲盒 你不知道 你没有剧本 所以你没有机会打开这个盲盒 然后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你在塑造这个盲盒的点点滴滴 直到它电影上映 我才知道原来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拍的内容不光是最后观众们看到的那一些内容 所以你不太知道最终它是人物的走向是什么 接问 然后上映的时候导演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剪辑 他的这个创作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王家卫导演也是一个很懂得仪式感的人 他可能要把所有的那个 就像埋一个种子一样 他一直在浇灌它 让这个种子开花结果 所以他放映那一刻可能就是开花的那一刻 他让所有人在同一时间享受到他的那个艳丽 好棒啊 对于女性来说 其实生宝宝也是一个最大的盲盒不是吗 你不知道它是长得什么样子吗 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你看到 这就是你打开盲盒的那一瞬间 对 仔细姐来都来了 抽个盲盒好不好 抽 来 你自己选一个 好 就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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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这个纸条 无用吗 不一定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看似没有用的事情 但其实对于我们生活很重要 就像是给生活的一个调味剂 能给我们快乐和小味剂 风哥来的时候那个就是爆料过 你在直播间最爱干的一件事 对 他喜欢看你们都不看的直播 真的 开蹦 我早晨五点钟睁开眼睛去上厕所 他居然还在看 对 我就看人家开棒 对 然后自己还买棒开 对 哇 这个就很绝我觉得 有一天 他买了八十多个棒拿回家 哈哈哈哈 他就觉得 对他的身心都是一种条件 你在下单的时候 你必须就说我要了 然后人家才给你开 那你开的时候 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颜色的 然后什么品项 你都不知道 天然的盲盒 大自然的盲盒 我觉得好刺激 我觉得看那个 蛮好玩的 我们今天现场 我们满足一下子依姐开盲盒的快乐 好不好 哈哈哈哈 上棒 来 上棒 哇 哇 哇 这么大 你们会开吗 不会 不会开 不会开 不会 都没有 不会开 不会开 完全没经验 这个开棒有什么讲究吗 有什么技巧吗 人家开得很轻松 但是我开其实也很难 哇 你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要用杠杆原理 是 我好熟练啊 他这手法 子依姐你也太熟练了 没记着 也太熟了 子依姐也太棒人 我们还在找份子依姐已经 就生活中 其实点滴都是可以学东西的 咱们俩合作给他怼开 对 哎呦 对 哇 哇 哇 真的有 真有 哇 哇 过瘾吧 然后有一些就是形状很美 哇 我开了 好 会不会有那种很大的 这种 当然有了 也有 对 我那种就是你轻易 可能也搞不到 你搞到过很大的吗 没有 也没有 因为我也舍不得买那么贵的 什么 我有点找到你的快乐了 我有点找到你的快乐了 真的 是不是 我觉得其实试一次也无妨 对吧 对 开了 你的开了 小苏开了 太多了 这个是多的吗 多 我第一次见珍珠 不是 我这也快开出来了 小棠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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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出来了 哇 你这 还好多啊 还行 不少 开了 小心小心 飞机出现了 哇 哇 哇 哎呀 好 算大吗 还是小宋这个要大一些 是吗 感觉我这个是棒王 棒 棒王 是什么 你是女生棒 你们会不会加入紫衣姐开棒的队伍当中 我们一起去赶海 我们去大海里捞 开棒快不快乐 快乐 紫衣姐 再抽一个 你再带带我们感受一下这个盲盒的乐趣 选哪个 选 这个吧 第三个 这个吧 第三个 左边数第三个 好吧 美人给我微信转 这不是写了清明叔叔吗 定制元宇宙 定制元宇宙 元宇宙这个概念最近非常火 人对元宇宙也充满了想象 因为它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的 所以它就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假设一下吧 在元宇宙当中你可以看到未来 你特别想到未来的哪个时候看看 我想看到孩子们长大的样子 就他们成年吧 十八岁左右 对 你会和十八岁的他们说什么呢 终于不用我操心了 我 我觉得那个瞬间应该很美好吧 对 对 我蛮想去六七十岁的时候 因为我就特别想看到我 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 还是不是现在这些朋友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几个好朋友 就想着以后老了 然后一起打打牌 然后一起喝喝茶 我想穿越到 我有孩子的时候 那很快我觉得 说不准 真的说不准 这个事情 是吗 对 我祝福你 谢谢自己姐 虽然你还是个孩子 就是我觉得 有 就是有孩子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 对 是的 一定是 我其实 我可以选择不穿越 我不太想看 胆子比较小 这也是一个 是的 这也是一个想法 因为你看 我觉得总有期待吧 看的万一说 有些消息 它就总是一个坎儿 然后你脑袋里面 就总要挂着 对 所以我刚才还挺惊讶 唐九中一下子想看那么远的 你想你才二十岁 然后你四十年都得挂着 我失去了哪个朋友 哪个朋友跟我远离了 或者哪个朋友跟我走近了 我自己是一个承受力很差的人 像酷的 对吧 所以我自己可能会不看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挺知足的 我倒还挺享受这个 就是我们开盲盒的过程 而且我觉得这个盲盒也是自己的人生经历 自己去 行诉出来的 所以可能到那个时候 就都有惊喜吧 我现在就很开心 开心 对 我很知足 我所遇到的朋友 事业 家庭 所有的一切 我都觉得是 是一种恩赐 对 所以我觉得 要以更热情的和更充满爱的心态 去面对所有的这一切 对 我们今天子夷姐来的这个最后啊 我们给十年后的自己啊 咱们写的漂流瓶 哦 蛮难想的 好 这么快 嗯 好了 谁先分享分享 我 就是平安健康 要和现在一样 每天没烦恼 快乐最大 好棒啊 对 呃 呃 现在就这样 滑了两刀子 哈哈 写错了 说十年后不应该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想多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字有点丑 呃 十年后的自己 事业顺利吧 然后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 然后家人身体也健康 然后希望我们团 举办十二周年 哇 哦 送不送票 必须的 优秀 哈哈 哈哈 你就买张票又怎么了 哈哈哈哈 支持一下我们小松 哈哈 省一点 湿一点 哈哈哈 我 我提了三个问题啊 我 我说你 你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吗 十年后的你 十年前对你好的人 你辜负了他们吗 然后 十年前那些孤注一致的决定 你后悔了吗 嗯 哇 记住 对 对 十年后找找答案 我就很肤浅了 哇 祝贺英男同学 顺利到达了今天 就活到了这个时候 哈哈哈哈 哈哈 不要乱讲 不要乱讲 身体健康嘛 对 然后 未来的日子 一定会更加顺利 对 就一个节点的感觉 对吧 十年后说到这个 就说明很幸运 还继续要感慨生活 未来要继续加油 我写的是 依旧充满爱 嗯 爱 我觉得 无论在十年二十年 就是 我们还是要 嗯 爱他人 还是要被爱 嗯 我觉得爱对于我来说 太重要了 嗯 对 这个爱不光是 爱情 吧 可能也有 十年后 我不知道 我还是不是在这个 演艺事业里面 在 在继续创作 我还有没有 一直追随我的影迷 我觉得这些都是未知的 但是我渴望 我还在努力地 爱我的角色 嗯 爱我的事业 嗯 那时候孩子们都已经 懂事了 呃 被他们爱着 对 然后我也 爱着我身边 一切美好的人和事 嗯 那我们就撞到 漂流瓶里面去 啊 谢谢紫怡姐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和我们分享 谢谢你们邀请我 谢谢你们 接下来啊 我们共同来聊一聊 每个人可以给出自己的选择 因为生活就像开盲盒 它有一种 就是已知的掌控 嗯 和对于未知的那种挑战 嗯 掌控是圈 挑战是差 三 二 一 哎我跟你说 今天啊 嗯 今天厉害了 今天这这俩都是打辩论 是啊 很厉害 刚刚好 俩人的意见还不一样 哈哈哈哈 我去拿个杠 你去找杠是吧 小宋去找杠了 小宋去找杠 哎呀这个杠 怎么没事找杠呢 就爱砍人杠 哎哎哎哎 这个杠不错 很绝很绝这个 哇哦 很杠 放这吧 round one lady go 你是正方还是反方 我是已知的掌控感 我是未知的挑战感 已知的掌控感 我觉得特别好 就什么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很踏实 很幸福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 所以我比较喜欢未知的挑战感 这种未知的挑战感 能给我带来很新鲜的感觉 对 让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 但是我觉得你挑战就会很累 你不也喜欢躺着吗 躺着多好 就是什么事情都掌握在手中 你挑战 你总会受伤 没事 我不怕受伤 那受伤了之后 就是还要 贴药 但是不受伤怎么成长呢 漂亮 你说的有道理 成长有的时候不需要每时每刻都去挑战 有的时候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会让大家看到你更多的光芒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你能那个 好像个老夫妻 是的 你现在特别像一个老夫妻在劝他 谢谢 谢谢 就是咱都要好不好 好 咱把这个立起来 我觉得要和平共处 是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 对 挺好 哈哈 刚不下去了 就这样吧 就把它立在中间吧 行 哎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好 很棒 开档结束 操簧而打 轮廓 二 准备 走 人生的很多开心 不来源于符合预期 而来源于 超出预期 对不对 这就叫惊喜 你要超出预期 就会更惊喜 这就是来自未知的控制感 你这场控感没有办法超出 你的人生是一场确定的剧本 你不就生活在一个 楚门的世界里面吗 好强啊 干嘛 对我们很多大部分的人来说 生活是已经是很未知的了 那我们总要抓住一点什么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抓住的 就是这个已知的掌控感 这样我可能才会有更多的精力 去追求那个未知的挑战感 为什么我说未知的挑战感很重要 不是因为未知挑战感带来的全是惊喜 它一定有可能是惊吓 但是人在什么时候才会遭遇 这些惊喜或惊吓 是你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才会遭遇这一切 而正是因为你在面对着未知 还坚定选择并承担后果 才让你的品德 才让你的选择 才让你的价值观更有意义 但是这可能都能够 观点是啥 来着我忘了 好双方辩论结束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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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啊 既然是盲盒 它就一定有已知的部分和未知的部分 生活一定有甜的和苦的部分 一定有受伤的部分和成长的过程 我们为了未知 在已知的领域 更加踏实地做好准备 那么每一个盲盒 都是精彩的 谢谢大家啊 太棒了 生活就像拆盲盒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能拆到什么 希望我们都能在意想不到中 和美好的结局不期而遇 盲盒就像人生一样 给我们设立了很多个很难的关卡 但是我觉得要勇敢经历这些过程 然后再去坦然地接受 人生中发生的每一个结果 抽到的那个结果 就会是最好的答案 盲盒代表了人生的确定性 与不确定性的结合 因为那是你打开的 但是你又不知道打开的是什么 所以抓好人生的确定性 才会让人生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好 三个少年记录三位男生的成长 最后让我们一起用全面出色的 Vivo S12系列手机 记录下第三次少年好奇talk 留念到我们的照片墙上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 有苦腾讯视频 哔哩哔哩爱奇艺百事TV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节目在微博开启少年研讨室 互动议题专区 观众可根据每期内容 参与少年研究院的议题实时讨论